这是2019新版的椅子 先来试录一下它椅子的一个调整 侧面这边有四个按键 等一下会转向侧面来看 但我们可以先看它横移的幅度 因为它可以用这样子横移过去 过来 过去以后可以看到 就是避开轮弧的位置了 所以可以让它完全的躺平 来操作一下2019新年式的座椅 这一台是刚到的展示车 那我们打开门后 可以看到它的座椅 跟之前的泰式椅稍有不同的 就是它的侧面变成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卡扣 这是全新的设计 那这一个是调整它的椅子前后 上面有图样的标示 其实很简单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腿靠 那腿靠这边我们把它拉开后 它会这样子上去 你放开把它卡回去 这个是压不下来的 所以其实你的脚是可以好好的支撑住 真的很棒 那再放下来的话 要把它打开 再用力气把它放下来 这样子使用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在躺背后的 这个一般的座椅大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式 那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最特别的 应该是这个 这个的话它是我们的椅子的左右横移模式 左右横移的意思就是 刚刚影片另外一段示范的 这样拉住就可以前后 那你们看我一手手持录影 所以单一手就可以调整 所以它调整的真的是还蛮棒的 那有model的时候再来做个实际的测验 就这样子来说